懒洋洋外传 挪进挪进 我爱你 灰太郎肯定猜不到 这是外表普通的强电流铁门 看 只要我们大家齐心协力 就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 可是灰太郎有超能力 不要紧的 会有办法的 村长 那棵苹果树究竟是怎么来的呀 那是我年轻的时候研制的愿望树 本来是想借此得到超能力来帮助大家 可是 同胞们 超级慢洋洋来帮助你们了 进球迪中你们的愿望嘛 好漂亮的月亮 如果再大一点就好了 我给你们带来更好的月亮 哎呀 不好 忘了拉近月亮会引到潮汐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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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在为拿不到第一名而担心吗 我帮你们实际任务吧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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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像不喜欢东哈迪 我只是一心想要帮忙 没想到 反而越帮越忙 招来大家的反感 现在你们知道了 超能力的滥用会带来很多恶果的 嗯 怪不得 在懒洋洋有了超能力的时候 我们虽然得到了很多方便 可是也增加了不少麻烦 那现在灰太郎 会不会也会给自己带来恶果呢 嗯 那么灰太郎会有什么样的恶果呢 灰太郎会有什么样的恶果呢 嗯 我知道了 嗯 灰太郎一定会要一份世界上最大的蛋糕 然后没撑破肚皮 对啊 哦 对了 灰太郎一天没来骚扰我们了 他现在在干嘛啊 没想到有了超能力之后 我就变得像懒洋洋一样懒了 连想办法都懒得想了 我要一个万事通魔镜 可以替我想办法 魔镜魔镜告诉我 怎么样才能睡得更舒服 万能的主人 建立你用两棵树动一个吊床 这样可以充分地享受阳光 还可以让这些树成为你的仆人 为你山峰和按摩 啊 真是聪明的魔镜啊 就照他说的办吧 为太郎吃饭时间到哪里去了 饿死人了 你看看你都懒成什么样子了 这么闲 怎么不去捉羊 老婆 既然我已经有了超能力了 可以等我养足了精神再去抓羊吗 有了超能力就很了不起吗 该不是让捉来的羊都跑掉了 可怜我的儿子 饿了半天什么吃的都没有 魔镜魔镜快告诉我 你说我变点什么好吃的 给我儿子吃呢 万能的主人 建议你变一份鱼汤给他 好主意 我就要一份最最正宗的鱼汤 但是 不要说但是 我最讨厌听但是这两个字了 老婆 你把这鱼汤带给我们的小灰灰吃吧 看上去还不错 算你的超能力还有点用 越睡越没力气了 哎呀 懒洋洋的生活方式不太适合我 你还知道回来 儿子都病了 小灰灰 你怎么了 爸爸 鱼汤让我肚子动 啊 这是怎么回事啊 即使当时我想说的这是老火汤 已经熬了一个月了 熬了一个月还能喝吗 你都是你搞的 快去给我请医生来 我要现在离我最近的医生 马上出现在我的面前 啊 伟大的兔子医生 求你快快救救我儿子吧 你 现在快点给我儿子看病 我 我不能给你儿子看病 为什么 你不是医生吗 我是医生 但是 不许说但是 闭嘴只管看病 快点拿药来 你可以走了 乖儿子 吃了药就好了 乖儿子 吃了药就好了 乖儿子 吃了药就好了 快想想办法 想想办法呀 这是怎么回事啊 魔精快点告诉我 为什么我儿子吃了医生开的药之后 反而病得更重了 为什么 因为兔子医生是专门为植物看病的 他的药都是动物不能吃的 可恶的兔子 居然敢骗我 万能的主人 其实他是想告诉你真相的 可是你用超能力强迫大位小灰灰看了病啊 不管怎么样 让兔子医生马上回来 我要狠狠地教训他 万能的主人 兔子医生离开后 法师再也不做医生了 所以你无法让他再次出现 都是你搞砸的 你这只笨狼 还我儿子的健康 哎呀呀 难道我有这强大的超能力 还不能治好我儿子的病吗 万能的主人 建议你直接说让小灰灰灰恢复健康 这样就能解决问题了 对呀 这么简单我怎么想不到呢 看来懒洋洋不止把他的懒传染了给我 还传染了他的迟钝了 好 让我儿子变得像牛一样强壮 让我儿子拥有像钢铁一般强壮的身体 天哪 我儿子变成怪物了 快把我儿子变回原样 我的腕是通膜见辈 好吧 让小灰灰恢复成健康的样子 妈妈 我不要再喝鱼烫了 灰太郎 快去找吃的 好吧 我这就去抓羊 大家的植物都已经结果了 真是太早了 这下我们就可以抵御灰太郎了 报告村长 狗园里分别丢生西瓜 水蜜糖 樱桃各一处 我们正在查找 对不起 村长 这些结果的植物 是从其他果园引栽过来的 除了喜羊羊之外 我们这些植物都依赖了懒羊羊的招能力 村长 我已经认认真真地帮他们种植 可是就是不会开花结果 这些植物如果不是依靠自己的辛勤栽培 就一定不会结果的 喜羊羊 这么说只有你的植物结果了 嗯 这下可惨了 小羊们 本大王又来邀请你们了 woong 全部的小羊都去我狼宝的锅里面 哦 吁羊羊 快出来 灰彩狼 快放开我的伙伴们 这是什么不怪玩意儿啊 这就是我让你们种植植物的目的 他的成熟果实能化为植物寨神保护你们 村长 你怎么不早说 太可恶了 你以为一点瓜子儿就能对付我吗 小羊羊 快点到我狼宝的锅里面去 居然没反应 把这些小羊直接送回到我的狼宝的锅里面去 今天的收获不错呀 齐阳阳 等我回去休息一下再来对付你吧 超能力 送我回家 村长 这下怎么办 偷懒一定会受到惩罚 这是他们应得的 让灰太郎先好好教训教训他们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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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